第21集 负担就是负担 一分银子也是负担 老百姓闹了这么久 早就清车熟路 抗议申闻和请愿书 化为无数的雪花 纷纷飞向各级衙门 衙门官员面面相觑 还能怎么办 继续在意吧 意到大家都满意为止 这一意 就意了将近一年 一直到了万历六年 十一月初四 晖州府总算硬着头皮 拿出了第四版方案 叫护免五线军贫方案 此方案对和县来说 没什么太大变化 私捐税照旧 减免的军贫银数 调整到了2530辆 而这2530辆 并不会摊派到五线的头上 在龙庆六年 护理工三部 征派灰州府的料价银 减免了一部分 一直留在府账上 同时还有一笔军须银 每年都会剩点结余 灰州府每年 从这两项合计抽走 1950辆 替五线补进军平银里 诸县再军滩50辆 一共是2000辆成 如果以后每年军须银的 结余不足 则从五线征派不足 绕了好大一个圈子 等于是 灰州府把这笔银税给扛了下来 这样看起来很合理 可是不要忘了 这个税是每年都交的 而灰州府料价银 是龙庆六年减免所得 数量只会减少 早晚会用光 而军须银 结余每年都不固定 今年多 明年少 万一是负数 那么这笔钱 还得让五线来承担 换句话说 这2000辆银子的来源 是不稳定的 前面三个方案 是横向朝三暮四 让私捐税 在六线之间来回彭挪 这第四个方案 却是纵向的朝三暮四 按时间周来 五线初期可能交得少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几乎可以肯定 会逐年增加 最后呢 还得回到原来的水平 而且这里 还有一个问题 对河县来说 减免军平银的数量 是2530辆 而从廖家银 军需银 和朱县分摊中 抽走的是2000辆 那还有530辆 无法冲底 仗平不了啊 河县和五线 已经打滚了好多次 差不多一刀底线 让谁多扛一分 估计都会爆炸 要么 再按照第四版方案的思路 从其他科目里进行调配 一般的调配是不成的 因为你这里减教 那里就得多教 这算来算去 总有一个科目要吃亏 一干能力高官 就为这区区500多辆银子 愁眉不展 这时 不知哪位天才提出一个绝妙的主意 如果这个科目本身就不合理呢 让他吃亏 岂不是正好两遍吗 什么 怎么还有不合理的税收科目呢 有啊 两个字 邪计 所谓邪计 是指当一处官府出现资金紧张时 由上级出面协调 组织临近辅州进行援助 这种援助啊 一般来说都是临时性质的 比如 在嘉靖38年 为了防备倭寇 辉州府协计苏州松江海防 16000两银子 嘉靖39年 为了巩固长江防御 辉州府协计镇江驻军1300两银子 嘉靖40年 锦王朱仔镇前往封国 惠州府协计池州一万两银子 用于迎接仪仗开销 这些大的协计都是因事而起 事完了 那钱就不用给了 可还有一些琐碎的小协计 虽属临时征派 可久而久之 岁成规定 变成一项长期性的税赋 这是大明税制的一个特点 很多科目因寻成立 轻易更改不得 日积越来呢 便形成了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链条 这些琐碎的邪计 往往与军事密切相关 因为军方的驻屯调动 不宜行政划分而行 经常跨数府 数县 比如 兵被到副使 冯书籍这个 应安 辉宁 池泰 六处兵被的头衔啊 就是以长江而备 跨越六府 若想寻仇地方支援良想 非得靠 辉宁兵被道来协调 因此 兵被道 对各地的协计情况 掌握得最全面 按照那位官员的建议 请兵被道出面 清查一下协计费用 看哪一项有不合理之处 取消便是 而兵被道 也想尽快从这个泥沼中 脱身而出 于是 在副使冯书籍的授意下 兵被道清查了一遍账簿 很快从中挑选出一个科目 协计金渠道 借持州府兵响银 这个科目 光看名字就挺奇怪的 金渠道全称是 岭金华 渠州 严州兵被道 它的驻地在渠州府 和灰州府 没有一点的关系 那灰州 为什么要给它交兵响呢 而且这笔银子 不是借往渠州 而是借往池州 那里明明是 灰宁兵被道的驻地 明明是灰州协计 金渠道的费用 却要送到 灰宁道的池州 这账目 刘相也太乱了吧 仔细一查 原来啊 这也是一个 历史遗留问题 早在嘉靖三十四年 为了防窝 朝廷设立了 应天兵被副使 统一协调 包括 灰州在内的 长江防务 到了嘉靖四十一年 这个机构被裁撤 却没有下家来接盘 而灰州府在那段时间 处于没有 驻军保护的空白期 本来朝廷觉得 窝口气焰不复往日 灰州地处内陆 安全得很 这事啊 就不用着急处理 没想到好死不死 到了嘉靖四十三年 灰州突然闹了一场 矿上骚乱 一群来自金华矿的矿工 化身刘贼 冲入雾元县 大略一番 灰州六县大为震惊 当时的应天巡抚刘基 手里无兵可派 随一闻临近的金渠道 希望他们就进协防 而协防需要兵响 这笔钱啊 自然是得 灰州府出 于是 灰州府专门安排了一笔兵响 每年借往渠州 后来到了龙庆六年 朝廷设立了 灰宁兵被盗 把灰州防务 从金渠道 接了回来 按理说 这笔响音 也该随之转过来 相应科目名称 也需要修改 可灰宁兵被盗 打起了小算盘 觉得可以从中余力 首先 灰宁兵被盗 先从灰州府 征收一笔冰相银 于情于理 这都是应该的 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 灰宁兵被盗 给金渠道疑文 说灰州防务我们接了 而冰相 以后归本道所用 而金渠道觉得 这也很合理 于是办了移交手续 最关键的手法来了 灰宁兵被盗 并没告诉灰州府 冰相发生了转移 反而要求灰州府 在协计金渠道冰相银中间 加上借池州府 这四个字 意思是 以后你们交给 金渠道的冰相银 就送到池州来好了 灰州府非但没察觉到 这个小手段 还觉得挺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借送兵响 本身也是有成本的 送到池州 比送到渠州 那可近多了 这么一改 借池州府 他们还省了一笔运输费呢 和府上下 都称送兵被老爷 体恤民情 经过这么一番操作 灰州府每年 要交两笔冰相银 名义上 一笔给金渠道 一笔给灰宁道 其实啊 这金渠道 早就收不到了 这两笔银子 都要借去池州 落入灰宁道的手里 说白了 这算是重复征税 有人也许有疑问 这交两次钱 灰州府难道傻吗 这奥妙啊 就奥妙在这了 从灰州府的财政角度来看 这是两笔不同的支出 一项是给外地驻军 而一项是给本地驻军 如果不知道 协计金渠道的前因后果呀 根本看不出两项 其实是同一项 要知道 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 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 比如说 在大明 政策一旦形成惯例 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 官员呢 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下去 不会主动求变 甚至呀 会畏惧变化 所谓祖宗惩罚 就是这么来的 灰州府一直在缴纳 协计金渠道兵享银 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 既然没人通知取消 那么就继续交下去好了 也没人追究 它是怎么产生的 那笔私捐税 也是同样的道理 河县不也默默地交了两百多年吗 大明的正税不多 杂税和隐形税却无比的繁重 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体制内悄然形成的 极壁一旦升购便难以清除 极少成多 演变出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途税链 说服比账面上要沉重数倍 看到这里我们大概能明白 为什么六县纠结于这些税募数字了 并非只是因为他们热爱兴颂 实在是负担太重 不堪承受 从这次争议中能够看到 除下税秋凉的正税之外 回州府还要征收南京成运库的人丁私捐 给地方政府的六项军品银 给公布户布的物料银 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邪计 若是再碰上 辉州兵被盗这样有私心的 上下其手 又运作出一笔额外的税收 这负担就更大了 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 辉州官员甚至还想借机运作一下 增加一点官府的办公费 更可怕的是 这些数字只是借道库的税额 还要加上途中的扛解 火号 补平 内府铺垫等 这才是老百姓最终要承担的付税 辉州府每年要向六七个部门 分别借送税额 每多一路 附加成本就会翻一倍 就这样 地方杂税和临时性税不断增加 附加成本随之提高 效率直线下降 整个体制逐渐变得雍肿无比 同时造成了大片舞弊的空间 大部分税额就在这些琐碎细碎的流转环节中被各级操盘手们吸走 老百姓交的钱是越来越多 而朝廷收入却不见增加 大部分都在中间环节被消耗掉了 长子一往 地方民怨沸腾 政府束手无策 这最后的结果就是调控失灵 天下大乱 这张居正搞的一条编法 治标不治本 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大明产生的杂税机制 只能算是略微扩大税机 把问题的爆发延迟一段时间罢了 大明灭亡的原因 辉州府的这笔小小税赋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咱们呢 书归正传 前面说了 协计金渠道借池州府冰响银这笔税银 本身并不合理 辉宁兵被道一直很担心 万一啊 又碰到一个类似摔加摩这样爱较之的人 说不定会再起波澜 这一次既然有人提议 那兵被道索性顺水推舟 表示 为了辉州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我们吃点亏吧 把这笔冰响银抽出来530两 把最后的亏孔补上去 这笔原本是重复征收的税 就这么巧妙的被洗白了 兵被道高峰亮节 解决了最后的问题 诸位官员看到了成功的曙光 连忙又经过一番的讨论 做了一点微调 使之更加的完备 减免廖家银的库存有限 不能支撑逐年抽调 直接并入军需银 五线额外负担的那50两 也算了 省得他们啰嗦 直接也并入了借池州冰响银里边 于是呢 在万历七年的三月 第五版方案出炉了 人丁私捐6145两 仍由河县承担 但他们负担的军品银 则减少了2530两 那这笔军品银怎么补足呢 由辉州府军需银抽出1950两 金渠道借池州冰响银抽出580两 合计2530两 转入军品银账目冲敌 这个方案可以说是 极妥协折中之大成 把负担压力分散到 河县 辉州府 兵被道等诸多方面 这样一来呀 河县少交了2000多两银子 新满一族 而五线呢 一点负担也不用加 也是新满一族 辉州府和兵被道略吃了点亏 但消灭了一场大乱 堵截隐患 也算是比较划算 对朝廷来说 一则上交的税款并不短少 二则趁机清理了融税杂役 统一钱粮 对一条编法的推行也是好事 这个方案是真的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 难怪执笔者得意的称其为共勉两全法 这一次上上下下拒松了一口气 并被道赶紧发布大字榜 通告六线新的税制 并得意洋洋的宣布 自万历七年为始 明载负义册 永违定规 我相信在张榜公布的一瞬间 这几个字轰然化为 陡大的金黄色的大字 配着辉红的音乐 在辉柔官场大小官员的脑海中 悬想起来 他们此时一定是百感交集 替累交价 不容易啊 这一场肇事于荣庆四年的大纷争 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 先后五版解决方案 指万历七年终于是彻底消弭 中间多少波折 多少折腾 总算是熬过去了 尘埃落定 生活还得继续 让何县人感到高兴的是 旷日持久的私捐纷争 把各种细节 争派原理都讨论得很透彻 官府上下都不太敢做手脚 反而会主动找别的税务 设法再减免一点 这时 又赶上了朝廷推行一条边法 所以呢 何县所承担的人丁私捐 不必权以实物交付 直接本色折银或折色折银 不必再先卖粮食再买丝了 无形中呢 又少了一层负担 据学者考证 万历七年之后 何县真正实交的人丁私捐 其实只有额定的七成 这一切都是拜那个学霸帅加摩所赐 而帅加摩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 第二十三集 万历五年七月 兵被盗拿住帅加摩 把他关在监牢里待审 同时呢 被捕的还包括承认清在内的一伙五线闹事分子 两个月后 惠州府终于拿出了初审的判决 帅加摩 承认清 以及其他几个人背叛冲军 其中 帅加摩的罪名是 将不干己事清 捏造写词 声言奏告 恐吓得财 记脏满贯 以沉奏而连取 在状词里 惠州府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 帅加摩自夸有手段 向河县老百姓收取银钱 说 你们补贴我上经告状 我自有办法帮你们免征税赴 他利用河县民众的恐慌心理 收敛了大量的钱财 假公济私 比如 私自弄了一套官带 用的就是公款 这真是一个 欲加之罪的政治性判决 翻译过来 就五个字 谁让你多事 从官府视角来看 这起纷争根本是无中生有 完全是帅加摩一个人挑起来的 当初你如果乖乖地闭嘴 做你的数学作业 哪还会有后面这么多事情呢 所以呢 官府毫不犹豫地牺牲掉了帅加摩 来换取五线的稳定 至于这个罪名是否合理 并不再考虑之恋 这法律问题 咱们正值解决 初审意见提到了兵被道 可是冯书记很不满意 觉得辉州之府怕得罪人 给判清了 不足以警戒别人 于是呢 冯书记把这些人提到了太平府 让安庆 池州 太平 三府会审 再议一次罪名 这次商议 最终给帅加摩定的处罚是 帐一百 留三千里 浅边蜀军 这个判罚从他本人角度来说 实在是冤枉 但从官府角度 没弄死你就算很讲良心了 万历六年7月19日 这份判决意见得到刑部尚书 言轻的支持 具体上奏 并于二十日拿到圣旨批准 一切都尘埃落定 然后 帅加摩在官差的压解下离开辉州 踏上了慢慢的树边之路 他当时是和心情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但值得欣慰的是 和县民众并没有忘记这位帮他们减负的英雄 在和县治理的制式一项中 专门记载了帅加摩的事迹 以及一段评语 以匹夫而成万圣之懒 以一招而翻百年之案 虽遭敌数 而和人视若壮夫侠士 不知道在龙庆三年那个炎热的夏日 当帅加摩翻开河县帐簿的第一夜时 如果预知到未来有这么一场巨大的风波 他是否还会继续呢 思绢案的始末和帅加摩的经历 就讲到这里 不过故事还没说完 因为英雄并非只有他一个 在五线民众心中 也有好几个凯然倡议奋勇抗争的大英雄 如果没有他们的拼死反抗 恐怕呀 官府早在万历四年 就把和县的负担强加过来了 这些人也都是当之无愧的五线意识 比如 曾经卷入议事局风波的河寺 在等候判决期间去世 死之前留下一封遗书 写得十分的慷慨激昂 身虽陨没 而生平议事之正 顶祸甘如矣 刀具不足俱者 必不与领语耳俱民 不过呢 在官府的眼中啊 这些人都是地方上的刺儿头 欲除之而后快 于是这些人和帅加魔同时被捕 罪名呢 各不相同 有的是聚脸骗财 有的是聚众斗殴 有的是寻性滋事 判法也轻重不一 从杖泽 夏域 到流放充军 都有 其中罪名最重的 就是承认清 他搞起了议事局 仅这一下 就和别人的性质截然不同 官府对他的判词里说 以欺重亡历之土 转为犯上作乱之箭 见其张局 号召者数过犯于 复利辱官 陆良者壮飞一出 造飞言于达禄 则江浙明广 亦可惊心 毁尽于宫墙 则山则驴语 己为解体 这些罪状啊 都是大犯忌讳的事 从判字来看 距离谋反 只差了一线 所以呢 承认清被判的最重 居然是斩监后 相当于现在的死缓 整个晖州大乱中 被判处死刑的 只有他一个 这承认清啊 也真是个奇人 在监狱里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没有哭诉哀嚎 而是凯然上书自辩 他不愧是 晖州出身 自带宋氏光环 洋洋洒洒 写了一大篇 但是写的内容 居然是探讨判决书里 援引的大名律 和犯罪事实 适用问题 他没否认那些 指控事实 但是声称啊 判决引用的 法律条文不对 性质 不适用于本案 一点 两点 三点 论点鲜明 逻辑缜密 旁针博影 简直可以拍一部 大名版的 绿正风云 如果说帅家魔 是数学学霸的话 那么这个承认清 就是生不逢时的 法律达人 这些抗辩 并未能改变 他被判死刑的事实 不过展监后 这个罪名很微妙 判了死刑 但什么时候执行 却没说 这就留下了 许多可以操作的空间 在许多有心人的保护之下 承认清并没有被秋后问斩 而是舒舒服服的 待在监狱里 回州府考虑到 五线民众的情绪 并不敢轻易的执行死刑 索性啊 那就一直拖着呗 承认清在监狱里待久了 穷极无聊 他决定做一件 有意义的事情 写书 狱中写书这件事啊 在中国是屡见不鲜 不过承认清要写的这本书 和寻常的书可不一样 准确的说 他不是写 而是编书 承认清联络了 辉州府的官吏 和朱县好友 把围绕思捐案的 大大小小的文书 都搜集了起来 汇集成册 要知道啊 这思捐案持续了这么久 中间各个利益集团 无数次争吵议论 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 乡绅们的书信 提记 撞书 诸县申文 诸府 兵被盗 服案两院 一直到户部的各类接铁 告示 献牌 奏文 判决书 保书 等等等等 是应有尽有 第24集 辉州又有建宋的传统 建宋的前提 是有深厚的资料基础 因此呀 各县都有保存档案的习惯 而私人呢 还偷偷留有抄本 因此 承认清编这本书 根本不会缺少素材的 他只花了半年时间 便编转成一本书 不知出于什么目的 他给这本书起了一个 特别容易让人误会的名字 叫 《私捐全书》 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是讲什么 造丝绸的呢 以后可以和 钢铁是怎么练成的 放在一个书架里 《私捐全书》 分为金 石 丝 竹 袍 土 阁 木 八卷 从龙庆四年 帅家摩上书海瑞开始 到万历七年 一共收录各处文书 137篇 基本上囊括了整个 《私捐案》 从官府到民间的 全部重要文献 按照承认清的想法 他编这本书的目的是 抛白心计 表明冤屈 很难得的是 承认清并没有 一般文人的臭毛病 他虽然自认冤屈 但对《私捐全书》 没有进行任何的裁剪修钻 始终保持客观中立 哪怕是对他和五线不利 或谩骂的文字 照样是一概收录 不改一字 最多是在底下 加一行批注 略微辩解几句 《私捐全书》里的 很多设限文献 把承认清描述成一个 贪图小利 孤名钓鱼的丑角 不知道承认清 编撰这部分时 是不是会摇头苦笑 但是呢 他严守立场 未做涂抹 而是原封不动的 抄露进去 堪称是史学家的典范 中国很多古代史料 往往只记录大药 而忽略细节 重结论 而轻过程 多高层 而少下层 所以啊 很多事件 尤其是民间的事件 记录言语不详 框架虽在 细节缺失 后世之人 只能从自理行间的 蛛丝马迹去猜测 像《灰州思捐案》 在《明石录》里 有这样一句话描述 光看这个呀 研究者恐怕 只会当作是一场 普通的民变 一律而过 所以呢 我们要感谢 承认清 能保留下这么多的材料 我们才得以窥视到 当年那一场 大辩论的真实锋芒 从起因到结果 从官府态度 到民众反应 无补历历在目 生动无比 这篇小文里 有大量的细节描述 绝非见者 杜撰脑补 实在是 思捐权书里收录资料 太细致的缘故 明代民间 现一级的事件 能记录到这种程度 可谓是 绝无仅有 承认清 这个简单后啊 习后 就厚了二十年 后来有个 做官的同乡 叫于茂学 上书给他喊冤 最终得以改回充军 并被发配到边疆 而承认清 这个人啊 也真是有能耐 数遍期间 居然还立了大功 当上了把总 最终 荣归故里 物源人民 始终记得这位 抗争的英雄 也在物源县制里的 意识传里 留了一个位置给他 而思捐权书 也因此流传至今 到这 承认清的事啊 就这样结束了 但思捐的故事 还没完 万历二十年前后 距离辉州思捐案 已经过去十几年 这件尘封已久的案子 陡然又被掀开一角 暴露出一个 此前几乎没人留意的 惊天细节 掀开这一角的是 一位物源级的官员 南京户部幼侍郎 徐茂学 他忽然上了一道 或是私捐大壁书 为承认清 祈求减刑 在这篇书里 徐茂学讲述了当年 灰州之乱期间 发生的一件隐秘往事 而且牵涉了一位 曾经的大人物 张居正 万历三年 徐茂学时任 南京户部几时中 以敢言执剑而著称 先后数次上书 批评张居正的种种政策 太过操解 言辞十分激烈 是变法的反对者之一 尤其是万历五年 夺情事件之后 张居正把徐茂学削之为民 赶回物源老家 永不续用 徐茂学返回物源之时 正赶上 灰州之乱爆发 当灰州私捐案爆发之时 有人来找徐茂学助威 而徐茂学为人呢 比较警惕 没有答应 只是写了封信 给灰州知府 劝说恢复旧治 结果户部尚书 殷政茂 误以为他也参与其中 还写信来询问 徐茂学忽然意识到 这是张居正 愚怒未消 打算借机惩治自己 便行事更为谨慎 闭门不出 也不与别人来往 万历五年八月前后 暴乱差不多结束了 官府开始四处抓人 可奇怪的是 无论是两院还是兵被盗 首先发出来的缉拿令 都口口声声说 是蚝佑换族作乱 徐茂学这个说法 在私捐全书里也有佐证 其书里收录了 查蚝佑牌面二章 暗院在意军平查访 蚝佑献牌 督院在访 蚝佑献牌 三份文件 都是各级官府的 明发文件 另外 还有一份 涉嫌人的举报 说五线暴乱的主谋 在于二三好友 做地主谋 官府为什么把矛头 对准当地的土豪相换呢 余茂学认为 这是得自张居正的授意 试图把他也牵扯进来 好进一步的报复 按照余茂学的说法 在事件期间 张居正给应天巡抚胡执李写了封密信 指明说 物源大乱的根源在于前南京上宝司清汪文辉和余茂学 同时 张居正还指使都御使王传 写了一封信给应天巡抚郑国事 说 余茂学和另外一个叫红元的物源相换是主谋 一定得严惩 甚至呀 连殷正茂都亲自给辉州知府写信 暗示余茂学和暴乱有关系 在种种的压力之下 各级官府不得不积极行动起来 开始大张旗鼓的抓捕当地豪强 可命令传到辉州府这一集 态度陡然消极下去 这完全可以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朝廷与基层之间隔着一道乡绅 要实施有效统治 不争取到他们的合作 那是行不通的 辉州府若是傻乎乎的听从上级的指示 使劲的打击好用 那会得罪一大批的人 以后管理起来那就更难了 所以呢 辉州府给朝廷回了一封公文 叫本府回无好友申闻 不用看内容 光看标题就知道 本府不存在好友 自然呢 也就谈不上抓捕了 胡执理和郑国士 本来也只是迫于张居正的压力 才发牌不拿 现在辉州府否认 加上余茂学在北京的几个朋友 王熹爵 陆光祖 李时达 等等几人 也写信过来劝其守正 府岸两院乐得顺水推舟 改口说 既然不是好友作烂 那一定是声援闹事 改抓他们就是了 然后呢 这才有了抓捕成任清等人的动作 在给这些人定罪时 张居正因为找不到余茂学的罪馋 心里很是不爽 又听说余茂学跟成任清关系不错 便特意指示 刑部要严办 结果呢 原本给成任清判的是冲军 被张居正这么一插手啊 最后就变成了斩奸后 这些八卦 余茂学本来是不知道的 他后来起伏 重回官场 李世达和郑国士给他出示了张居正和王传的亲笔信 他才知道 原来啊 当年自己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 自称当时下的是毛发尤为悚然 至于成任清被判死刑 余茂学认为 不过是待他受过罢了 余茂学这次上书啊 是希望能够申请豁免成任清的死罪 改判冲军流放 他还特意提及 当时的户部上书殷正茂 治世以后隐居涉险也一直为释放成任清而奔走 说明啊 他内心有愧 余茂学是言官出身 笔法厉害 为了替成任清证明 狠狠地批评了一通朝廷对灰州私捐案的处理意见 先后列举了五不堪 五不通 四谬捏 四不斜 如同西文一般 言外之意啊 这整个灰州之乱张居正是要负首要领导责任的 是他强行偏袒涉险 强令户部应天两院改税 五线人民 尤其是务员人民被迫反击 是有大义名分在的 我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民变 余茂学讲的这个故事 我觉得真实性有待商榷 从推广一条编法的角度出发 张居正确实对灰州之乱施加了一定的影响 但若说整个事情就是为了针对一个回家待业的前言官 这未免也太过阴谋论了 最多呀 也就是张居正搂草打兔子 顺便而为罢了 灰州之乱究其过程 跟余茂学本人真没什么关系 他单纯是想多了 有趣的是 别看余茂学对灰州私娟案有诸多批评之词 却只字不提翻案之事 不光不提 他在文章最后还不忘加上一句 乃若私娟均平 处分久定 臣不敢复制仪会 以资纷扰 什么意思呢 现在私娟案已经过去了 我也不好多说什么 免得再生变乱 余茂学心里很清楚 这灰州的人丁私娟税惹出那么多风波 费了那么多力气才算谈妥 他身为灰州人 可不敢轻易的掩盖 万一因为自己一言而再起纷争 灰州上下非把他吃了不可 这批判张居正容易 再辩论一次 灰州的私娟税 那还是算了吧